红大厨也先分得了一勺 将那勺佛跳墙放进嘴里 他目光涣散 久久回不过神来 除了感慨那食物的美味 脑子里只余了一句话 几十年的功夫 白雪了 你小竹跟张东 哪里还顾得了别人 各自咬了一碗 便埋头苦干了起来 咬了一勺进嘴里 林小竹猛的一震 闭上眼睛久久没有睁开 许多的珍贵食材 这几天他也吃过了 可现在把它们融合在一起 就像是原来独奏的各种乐器 被组成了交响乐 那种多层次多变换的音律 造就了一曲震撼灵魂的极致的美 绝不是单独一种乐器 所能表现出来的 有融于汤中的酥 有略带弹牙的脆 有异于食甲的鲜 有细如凝枝的滑 所有的这些感觉 都如丝一般地掠过舌尖 如风一般飘过味蕾 让人在相遇时惊艳 却又在惊艳中怅然若失 飘然而逝 让人追思莫及 悔恨难忘 只得将那一瞬间的惊艳 铭心刻骨 永留心间 原来这才是美味 原来这才叫美食 原来这才是人世间 最美妙的东西 让人沉醉不愿醒来 原来这就是 鱼音绕梁三日不绝 原来这就是三月不知肉味 嘴里的鱼味还未消失 他已开始怀念 犹如即将分离的挚爱 只说分离还未分离 便已相似刻骨 辗转难眠 酒楼里的人 大概每人都被分得了一口 尝过之后 全都漠然不语 便是那最先发了感慨之人 也舍不得再说话 只怕一说话 那每道极致的滋味 就会从嘴里溜走 宛如做着一个美梦 一睁开眼 眼前的美景 便会瞬间消失不见 让人追悔未及 周围可真香呀 我走在路上就已经闻到了 李掌柜 今日做的什么好菜 怎么会如此之香 赶紧上一道来尝尝 一个洪亮的声音 把大家从美味的沉醉里唤醒 林小竹清醒过来 动作迅速地把荷叶盖上 再将坛口罩到上面 放到木桶里 对张东道 赶紧拿回家去 说完用眼睛询问地 看了像老头 老头瞥见 微一点头 张东也知道 此菜不能再放在这里 否则路过的客人 都闻味而来 每人应求一句 你给不给吃 别人都给吃了 就他来你不给 既显得小气又得罪人 可认识谁 拥有这样的好东西 在自己都没有尝够之前 都舍不得拿来跟人分享 而且他可知道 这一老一小 今天是来卖菜谱的 现在这么珍贵的 美味的东西 白白地给人吃了 一文钱都落不到 自己三个人 辛苦十天 却只尝上那么两口 那多不划算呢 所以他二话不说 提起筒就走 哎 有人看着他 提筒离开 赶紧叫了起来 你们这东西卖不卖 我出十两 不不不 二十两银子 您老看如何 最后这句话 是冲着老头问的 哼 小竹迅速地盘算了一下 这坛子 剩下的佛跳墙 起码也能装个十碗左右 也就三十两 而且还可以提提价 比如说三两银子只卖半碗 那墨六鱼殷勤难得 就已卖二两银子一条了 这佛跳墙 实材珍贵 极费功夫 三两银子半碗也不过分吧 他转过头去 看了看老头 虽然做这东西有些辛苦 除去成本 赚个三四十两 却也值了 最重要的是 能解决目前的经济困难 不用再吆喝着卖菜谱 那是最好不过的了 其实他是不知道 那墨六鱼因一见阳光就死 根本运不到外地去 又因量少难补 一年也补不到百条 所以卖的才那么昂贵 而那些吃鱼的 都是专门跑到这里来的 不差钱的人 当地人 哪里舍得花钱买那鱼吃 踏着三两银子 半碗佛跳墙 还真是狮子大开口 非把大家吓一跳不可 师父 卖不卖 林小竹凑近老头 问道 这样也行 老头显然没有想到 这样也能卖钱 看了看张东手里 踢得捅 有些犹豫 那怎么不行 师父 您还没有吃够 到时候 我给您留两碗就行了 有了钱 他们就是跪着求买 咱们的菜铺 咱们不高兴 也可以不卖了 林小竹笑道 行 刚才卖菜铺的情形 那被人质疑 被人轻视的场面 大概是老爷子这辈子 最没面子 最憋屈的一件事了 所以一听 不用卖菜铺 当即点头同意 薛老爷子 薛老爷子 胖掌柜笑眯眯的 跑了过来 林小竹一看他那样 就知道他打了什么主意 想在他说话之前 大声道 三两银子半碗 有没有人要买的 话声一些 听到没有人 马上响应 便对张东道 张大哥 没人买 你提回去吧 哦 张东很老实地 用了一声 对拉着他的那位客人 道 宁老既然不买 能不能把我的胳膊给放开 买了 那位老铃铛 那位老铛听得张东要走 心里一急 一咬牙 大声地喊道 一辈子别的不喜欢 就是喜欢吃 现在盗嘴的好东西 要是放过了 那可要后悔一辈子的 三两银子 不过是两个月的家用 能吃上这一口 哪怕啃两个月的咸菜 也是值得 不过是两个月的咸菜